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结婚50年真的是相当的 爷爷奶奶们穿上美丽的婚纱跟帅气的西装 手牵手走上红毯 看起来幸福又甜蜜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携手鹿竹区中山瓦窑吉祥南融跟淫妇社区 共同举办闪耀珍珠婚珍爱债鹿竹的活动 邀请50对60岁以上 而且结婚超过30年的夫妻 重温结婚时刻 就连离场自己都忍不住报名 很棒啊 再重温一次那个结婚的感觉 很温馨很回味很棒 今天的婚纱这样拍的话 感觉也蛮有气味的 而且还蛮开心的 觉得很好 很有意义 孩子女儿跟孙子 我们全家有十个人 全部都到齐 然后我们现在就感觉到很幸福 除了爷爷奶奶们 携手换装走红毯 还有全家大小都来观礼参加活动 场面相当温馨 家人们都说很感动 也觉得很有意义 现场有超多人拍照留念 很感动 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你看过以前 爸爸妈妈的结婚照吗 有 有那跟今天比起来呢 现在比较漂亮 我姐姐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穿白纱 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爸爸不不不然 很感谢政府 很感谢我们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对啊 那父母都已经结婚那么多年了 但过去可能没有这样子 穿婚纱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很感动 对那也跟平时的那个 感觉差很多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为了提倡幸福家庭的理念 截至目前已经举办 超过20场的珍珠婚活动 希望透过幸福的活动 带动善循环 降低台湾的离婚率 现在台湾的离婚率 目前是亚洲第一 然后全世界第二名这样子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家庭 特别是父母能够 除了能够共享彼此之间的 这种甜蜜的回忆 他们能够这样的一个内容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一种典范 那同时 他们的家族一起来参加的时候 造成他们的家族一个美好的一种 共同的一种回忆 那最重要的是 他这样的可以成为一种 善的一种循环 闪耀珍珠婚珍爱在卢主 有50组恩爱老夫妻共同参加 在次于众人的见证下 举办珍珠婚礼 场面温馨又感人 联合会也会继续规划相关活动 让社会充满爱与温暖 记者在为一桃园报道 桃园市同安国小日前参加 全国学童杯足球锦标赛 拿下四年级组的全国冠军 其中三号球员林宇安表现亮眼 冠军赛中 个人还进了五球 帮助学校夺下冠军 桃园市同安国小日前参加 全国学童杯足球锦标赛 拿下四年级组的全国冠军 其中三号球员林宇安 不仅在四强赛连过五人进球 冠军赛中还个人进五球 以6比2的差距为学校夺得冠军 我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连过五的 之前有提过这样子的吗 没有啊 就是在增加 增加 在那个认证练习 然后再得到全国冠军 足球不是个人的运动 是要靠队友合作 一起努力的拼斗下去 然后这次拿冠军 都是靠队友一起 足球是团体运动 只靠一个人远远不够 教练表示 比赛当下非常紧张 孩子们的气势相当重要 也是胜利的关键 无论是落后还是掉球都要尽力反击 那时候上半场 那种感觉就是先被领先 然后马上被二比一逆转 那感觉就是 我当下也是冠军赛 我可能没有时间调整了 对 顶多从场休息 但是那时候上半场还没结束 对 但是林宇安他马上一个人进两球 那那个心态然后球队气势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 当下可能会我也想着怎么调整 但是小朋友的企图心还有那场比赛全队氛围都是想要赢 对 那我满印象深刻就是不管是之后的学弟或者是同样一批下一场比赛 对 我也是觉得说落后或者是输球不要放弃 还有时间还有 因为我常常跟他们讲说进球是那一秒钟的事情 对 一秒钟的事情而已 所以不要放弃 对 还有机会 教练本身也是同安的校友 他觉得同安足球队最大的特色就是团结跟又不放弃的精神 平常除了球迹训练也相当着重气势跟心态的培养 同学们也表示之后还要再加强进球的技巧争取得分 射门要再准一点 然后传球要传好来 然后要积极的去追球 从进来这个球队的那个氛围就是 包括我们的练球的环境学校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就是 这就是一个球队 你进来这个地方你就是一个球员 你不是说滴滴球 玩玩球 比赛应付应付 对 会让小朋友有使命感 对 然后特别在场上 当就是球队有气势特别团结的时候 那个气图心 我觉得就真的是在 而且特别在这个年纪 气势上压得过人家 对 那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同安国小足球队可以说是桃园的足球之光 律次获得佳击 这次的战术也以全进攻为主 要求孩子们保持进球的气图心 希望能够将原住民特色展现出来 拥有原住民血统的余云慧老师 从2014年就开始在社大教画画 其中大型创作大多以原住民特色为主 像是画面上看到盧凯族的代嫁新娘 以及呈现邹族少女舞动的美感 两者都能看出既有的原名特色 因为我有一半的血统是原住民 那我的父母都比较早 父母都早逝 那会觉得台湾就是对原住民 可能有一份寂寞声又觉得身上 又有熟悉的一些的感觉 然后希望呢可以 在大型的创作会以原住民为主 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原住民 不管是服饰或文化的或祭典的一些美丽 然后跟感动 低着头仔细教学生画画 其实余云慧老师在去年初发现罹患乳癌 历经一段时间的低潮后 在朋友的鼓励下 以及加入乳癌病友的脸书社团 让自己充实希望 化疗16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譬如说我中间有淋巴水肿 而且我的患处在右边 那我的右手曾经也是没有办法握笔 然后对温度啊会失去感觉 它就是常被烫到也不知道这样子 那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还是会 我还是持续画图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图 我觉得画图它会让我心静下来 很多人都会用冥想 可是觉得画图就对我来讲就是像一种冥想 可以让我心情就是变好 然后也可以抒压 所以我就一直有在持续的在创作 也许我没有办法握笔 可能一天大概就是半小时 一小时也可以让我的心静下来 一直以来都很爱漂亮的于云慧老师 在历经多次化疗以后 发现画画对他而言整得很重要 就像是一颗糖果一样能疗愈心情 在听完老师的故事分享后 或许对于人生又能有不一样的新体悟 也更加的激励人心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道 位在卢族区的光明和平公园 由于环境优美 平时就是许多民众休憩的好地方 当地里长为了活化公园 制宏池的闲置空间 特别向市政府争取制宏池绿美化 以及增设公共设施 期望提供民众更好的活动空间 位在卢族区的光明和平公园 由于环境优美 因此平时就是许多民众休憩的好地方 而当地里长为了更加活化公园的绿地空间 因此特别向市府争取制宏池绿美化 及增设公共设施 期望要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 我们现在就是光明和平公园的空间在利用 那大家看到我后面这个 是属于说我们的旭宏池 在旭宏池的话 说实话这是使用率非常的低 除非说南凯溪整个暴涨到非常严重 那水才会流到这边 那在这边的空间利用的话 我就想说在一个 第一个就是绿美化 再来就是它的后头都没有凉椅 所以我们就预计在说 我们旭宏池的那个白色的走道部分 增设凉亭 以及座椅 卢族区景心里里长林彦珠透过向桃园市政府争取设置 四座的凉椅在滋红池的坡道上 不仅要为平坦的绿地增加这样设施 同时里长也将修剪滋红池上的杂草 并种植花草植物 借此要改善滋红池周边的环境 旁边有一个草皮 那常常会有父母亲会带小朋友来这边玩那个提示能活动 那那些父母亲都没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那如果说做了一个凉椅的话 第一个他可以看到小孩子一举一动 甚至也可以陪同小孩子在这边 在这边欣赏我们的光明河滨公园的美景 同时在这么炎炎的夏日 也可以有做遮阳的效果 光明河滨公园由于第四地窝且紧离南坎西 因此早期也规划滋红池来避免淹水的情形 不过随着河滨公园的湖湾完工 淹水问题也获得改善 对此当地里长希望藉由改造智洪池空间 要提供民众更加的活动场域 记者和中军团人报答 贵山区兔坑里的面积广阔 因此社区本身的关怀据点就分成三个地方 志工刘小姐不仅将自家车库提供给兔坑里的关怀据点 同时也担任志工 烹煮美味料理给社区长辈品尝 谈到关怀据点 可能会想到有一群志工在厨房里煮菜 但是来到兔坑里可能就会颠覆你的想象 那就是在车库里煮饭 志工刘小姐将自家车库提供给兔坑里的关怀据点 希望可以为社区敬点心力 其实没有想很多啦 就是想说长者要吃我就会愿意出来坐 那因为走隔一天我也会老啦 那所以我们社区说实在找不到一个很棒的那个地点 然后当初一开始是我想说只有我这边离集会所比较近 所以我就提供这个祭典 然后集会所那边用餐 由于拓坑里的面积广阔 因此社区本身的关怀据点就分成三个地方 而每到中午十一点多 里长专僧员就会亲自将便当再送给不方便前往的里民 目的就是希望社区居民都能感受到温暖 考量到说如果据点统一团散在活动中心这地方 那住在大江山聚落以及茶砖路聚落的乡亲的话 他们真的也比较不方便来这边用餐 所以从108年开始啊 我们在理事会的指导之下 我们就把据点原本是一样薯饭变成三个地方薯饭 就是说除了大鹏路聚落这边有在关怀据点在煮饭之外 那在茶砖路以及大江山 一个礼拜六天里面啊 我们总共啊每个地方各煮两次 看似不起眼的小厨房隐藏在民宅内 其实能够找到作为关怀据点厨房使用的地方并不容易 如今有志工出借平房内的停车空间 不仅让居民意识到社区营造的重要性 也能凝聚彼此间的感情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道 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以及社会所有需要救助这些安养 所有的问题 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能够挺起胸膛来 向会府会及卫福部来好好的争取配合 将桃园荣家 巴德荣家 改变为桃园市民安养中心 照顾所有需要照顾的市民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火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饮 桃园越来越好